大家好,每年到這個時間 有一班學生考慮升學 甚至是出來工作的時間 找工作的你有沒有想過做設計師呢? 不如先看看這些作品 然後再慢慢想吧,好嗎? 好,我們首先由產品設計開始看,好嗎? 兩個完全不同用途的產品 但都可以用一個差不多的設計 好,然後這個大家第一眼看下去 有什麼感覺呢? 而我的感覺就是好像一對新人上吊 然後下面那個東西更棒 生女號除了有些事未說完之外 亦表達出一種很無奈或者沉默的感覺 我很合理懷疑這個設計師是單身 而且又很討厭一對對的情侶 第一,第一眼又會看到什麼呢? 我想很多人都會看成 Don't be happy 然後還要加上 worry 看完這張圖,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它 會叫做神奇女俠 這個大家看不出來有什麼問題? 真的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是正常的,因為要用下去才知道它是有問題的 好神奇啊,每次我看到賣剪刀的這個設計 是超級弱智 要用剪刀,剪開來用你這把剪刀 我最近發明了幾個新的東西 相信可以幫到你的 這支是不用電心的太陽能電筒 有沒有可能沒有光的象呢? 只要拿你那支電筒出來,照著它 它就會著了 好了,是時候看一些比較尷尬的產品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吹氣公仔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那個吹氣位要放在那裡? 是不是沒有更好的吹氣位呢? 我相信大本的男星跟我一樣 大家眼看到這張圖 都會覺得它好像在畫男星的生殖器官 而右邊那一盒那個折紋更加尷尬 他們每晚都沒想過 那些人會放在那些碟架上 然後就變成非常尷尬了 很多人走過都會誤會它 是不是漏得那麼嚴重 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連身裙的設計花紋 好,接著這件也是 又是不知道怎樣可以通過的 我相信那個製造商 一定對自己的產品很有信心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它賣的就不是碟 是賣3D拼圖 好了,講完產品設計是時候 講一講一些廣告相關的設計 第一眼大家都會看到 Nothing is Possible 但其實它這裡想寫 Impossible 代表IM呢 真是...真是Invisible 那找工小不免會看招聘廣告 如果大家看到這一側招聘廣告 而亦都肯進去看這份工 我相信其中一個優點一定是 就是有耐性 我看到這一條link 就算對這份工有興趣 都不會想打 驗印棒大家都知道做什麼 就是看自己有沒有BB 這個女人的肚子彈到這樣 你還懷疑自己有沒有BB 要去看驗印棒? Oh my god 原來我肚裡面那個是真的 我不驗我都不知道 我以為我肚生腫瘤 自拍神光的廣告 可不可以專業一點點呢? 為什麼不是那個人自己拿機呢? 要另一個人來幫他拿機 那自拍神光用來做什麼啊? 不是每一件事都適合做賭影 好像要例子 我第一眼看下去 就是看到Shit Yourself OK 看完這個廣告西光的設計 有時候看一些室外設計 把你家裡的所有貴重物品 放在這些櫃桶上 然後做一棟這樣的牆 那些賊想入屋爆洩 都拿不到你重要的東西了 非常之安全的櫃桶 我們這群凡夫族子實在太out了 而那些人除了用指紋解鎖之外 鑰匙都跟上潮流 是彎的 我們這群麻瓜才會恥笑這個設計 實際上 這個是一個進去哈里波特的學校的入口 這個不用說了 生活在香港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土地供應不足的 看一家公司透明度高不高 開不開放呢? 看他的廁所就知道了 你看看他的天花 哇 裝鏡啊 一目了然啊 第一眼看上去 大家會不會覺得 洗手盆那麼髒嗎? 其實是本身這塊雲石的紋理 這個設計好啊 時刻都看起來好像髒 那就不怕洗手盆髒了 對不對? 這個厲害了 當你需要用電的時候 順便打開水 你將要進入一個完全新的世界 講完室內的設計 當然只不然講室外 這張椅子很棒 永遠都不需要清潔了 自動有水和你清潔 挺好 作為一個大混帳的糞便 是有什麼感受 大家看到這張是什麼? 單車徑 如果各客覺得這條單車徑已經夠安全的話 知道你是更正 嘩 這個還不是花式單車徑? 如果各客覺得這個花式單車徑還不夠喉的話 不如試試這條吧 嘩 真正到沒有朋友 大家記得遵守道路的安全規則 是要在單車徑還踩單車 而這個呢 我相信一個設計者自己本身 都沒有想過的一個問題 其實 這個設計本身就沒有問題 但是 剛好 日照的時間 就令到這個設計很尷尬 你們實在太不了解這個設計師背後的動機 他們是使用激象法 來刺激這些殘障人士 令他們 看到這條路之後 激到彈起來 不需要坐輪椅 那就不需要這個殘障道路了 而後面這位設計師更加用心良苦 特地弄個洞 不妨礙我這棵樹的成長 真是連自然界也感激他 然後這條路 又是不知通往什麼異世界的 不用說 我們這群麻瓜式條鐵 經常跟小朋友說 要好好保護自己 空口說白說是沒用的 我們應該要帶這些小朋友 去玩這條滑梯 他們就會自然參透到的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天才設計 所以說真的不要激怒設計師 其實我們笑完了 有沒有想過 做設計師 就好像做記者 攝影師等等這些 這些職業 都是得不到尊重 而且人工更低得很恐怖 而且設計師本來想設計出來的作品 通常都得不到老闆肯定 然後還要一改再改 才會出現這些這麼難的設計 其實這些設計作品 往往都是社會上的屬影 如果老闆懂得尊重員工 付出應有的人工 亦都對自己員工的作品 給予一些信任和肯定 這樣就不會有這麼多失敗的作品出現 亦同時現在都可以有應有的回報 這個世界 亦都會衍生出更多更好的設計 亦都激發到更多更好的創意 對不對 還未出來做事的你 除了問問自己將來想做些什麼之外 不妨也都問問自己 為了這個社會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設計真的不是說玩的 有時候都真的很邪惡